陈正我问你 我与你无仇为何害我 这是两位战国大财的智力博弈 秦国丞相张仪力声呵斥 以陈正名为天下大财 却敲装打扮 刺探军情 我本该将你交出去 却举荐了你 你为何如此恩将仇报 陈正作为化蛇天族的创作者 早已是天下仁义君子的代表 他不想去 任何人也不好强求他 对付君子 就要有对付君子的办法 也罢 我张仪是自讨没趣 我张仪不识才 我张仪高看自己了 请 先生这就请 陈正提出 我的房钱还没借清 张仪大方的告诉他 你走你的 房钱我来借 这倒让陈正大呼意外 但他也知 此地不宜久留 虽身居一躬 转身离去 可走到门口 他又回过身来 张子真放我走 陈正立刻又回来了 张仪演的那叫一个阵 你走吧 剩下的事我来处理 哪怕是掉脑袋 也在所不惜 陈正懵了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张仪告诉陈正 秦王想让你出使未过 从而让齐国猜忌 我不忍心害你 让你走了 你一走 我再前难逃 真正是仁义君子 他不忍心害张仪 若是我答应出使魏寒 都说张仪 势力之痛 薄情寡义 却也有连人之情 都说秦君虎狼之君 却真有爱才之心 我不麻烦你 也不连累你 出使魏寒之事妥当 我再理解 就这样 陈正彻底被张仪打动 消息很快传到了魏国 大魏王就纳闷了 怎么人才都喜欢去秦国 魏师深深的叹了口气 秦国招人爱呗 又来了 又长他人稚气 什么秦国招人爱啊 我魏国就招人嫌 招人恨呐 会师啊 咱们君臣关系不是一般 你要想鼓励寡人 你就直说 你别拐着弯骂我 什么秦国招人爱 你想去秦国 寡人派人送你去 很快魏王就看到了陈正 陈正这次来就一件事 让魏王给秦王牵马坠灯 魏王一如既往的放纵死我 他将秦国国书重重的砸在地上 陈正也不生气 弯腰捡起来后擦干净 又递了上去 秦夏军 秦夏王 秦军何能 竟敢与夏王大宇相提并论 魏王大典之时 也是秦夏军 秦夏王 秦国大概是仿效贵 不去 陈正告诉魏国 现在的局势下秦国可以割地请客 出手大方 如果一意孤行 恐怕留给魏国的机会就不多了 阵阵走后 魏王还是理智了下来 不去不行呀 他叮嘱太子 父王所有的羞辱 无所谓 帮秦国驾车 帮秦王开道 那是我魏国的耻辱 你不要忘了 要永远记在心里 以后 帮父王丢掉的颜面 争回来 把魏国丢掉的领土 各夺回来 魏王走了 但是太子还是咽不下这口气 魏师再三相劝 但太子还是一意孤心 他要利用齐国 这晚 秦国特使陈正正在熟睡 不料门却被人粗暴推开 真正有他自己的难处 他要办完这件事 不料天平压根不给他机会 说着 陈正就被人抓了 消息很快传到了秦国 隐私知道 齐国本就反对他称王 如果把事情闹大 反而对陈正不利 张仪立刻给出建议 让齐国大使馆的人带话回去 如果慢弹了陈正 那秦国将撤回铸起使臣 隐私立刻意识到 这是宣战呀 但张仪觉得不急于发兵 但要放出风去 大清贴气 要借到韩魏 吓唬吓唬齐国即可 好 也好 大典之前来这么一下子 打打齐国的气 也震慑一下列国 与此同时 韩王韩康正在练习驾车 韩国丞相公众吃纳门坏了 秦王让他驾车 本来是侮辱 这个王怎么这么上心 韩王可是个实在人 这是咱们的机会 和秦国交朋友的机会 别弄得像卫国那样 那可就丢脸了 韩王不上心 韩国太子可是太上心了 一路上 他将秦国部署化得一清二楚 不料却被韩国官首相发现 再三相逼之下 韩国太子交上了地图 秦国大臣一看 立刻坦然相告 这可是太尴尬了 他只能拒绝 很快 这一天终于到了 赵军 赵雍率先赶到 论路称 赵国算是最远的一个 赵雍年方十四 已经展现出了英雄气概 列国讨伐之际 他调兵前将 论令列国不许入赵一部 堪称少年英才 此时的英四不会想到 这个赵雍 实称赵武陵王 日后会成为秦国最有力的对手 但有支持的 就有反对的 第一个站出来的 就是吴世王 吴世王率领八千人来者不善 可英四却是丝毫不拒 寡人最风光的 就是当年与你 率草原九十二国 朝河周天子 撞灾 臭年始 吴世王这次来 明显是来者不善 他就是想要回核心牧场 银丝的态度很明确 你要是讨要 我可以给你 但你要是领兵来抢 那咱们切磋切磋 这么说 你是不给了 给 给 但是 心情要愉悦 要算作一个人情啊 吴世王现在还认不清形势 而且这次来 他带了八千兵嘛 如果银丝不答应割地 他就要让银丝回不了咸阳 就在这时 赤猴来报 他的部下已经被秦军团团包围 进退两难 对下 吴世王急了 我说什么来着 还是 那个急性的 你啊 坏脾气 实话告诉我 今天是不是清国出动了 拿开嘴硬什么呀 不想要你的吴世国了 银丝 你到底想怎么样 银丝心情愉悦 我就是举行封王大典呀 但吴世王关心的是他的大军何去何从 要看大王你准备如何 你要是官礼欢庆 喝酒吃肉 可以保兵 存骨 如果要有人在这儿 肆意捣乱 那就留在龙门好了 吴世王也是个实时务的人 他立刻下马 公身行礼 隐私一言不发 一步步的走到跟前扶起他 他告诉吴世王 我俩结拜过 没必要这样 至此一团和气 但直到这个时候 慧世还在苦苦挣扎 他告诉张义 魏王生病了 恐怕不能加车了 韩王丞相也是紧跟其后 我们韩王也生病了 还有韩相 三国君王来此 是同盟相亡 不是同病相怜 好话说尽 可这两位仍然是不为所动 张义也彻底摊牌了 不敲定御车千马之事 谁都不能出仗半步 另一头 蜀王千里迢迢而来 给秦国送来了一捧泥土 这本是秦始之意 不料银吉出言劝告 秦国有恋 陷土便是让帝 蜀王如此大礼 秦国孝那 两人至此互相约战 蜀王走后 银丝让银吉派人盯着蜀国这帮人 银吉不解其中之意 不愧是银丝 每一步都是阔土强国 本以为一切顺利 但谁也没有想到 新的麻烦又来了 那么到底发生了什么 银丝究竟能否顺利成王 这个呀 我们下回再说 关注飘摇 下集更加精彩